他们是一对人人羡慕的情侃 因为女孩的直求暗恋 男孩很快地爱上了女孩 恋爱期间两人非常甜蜜 一起去海边玩水 看最美的夕阳 也许是老天爷想测试一下对方 让女孩碰见了男孩与另一个女生的暧昧 可尽管男生怎么解释 女孩都不相信 认为男孩背叛了 便直接和他说了分手 也是这个误会 让两人分离了这么久 毕业五年后 男孩功成名就地来到女孩的公司找到了他 并就职了这家公司 和他成为了同事 一个轻车的小男孩变成了成熟稳重的男人 女孩会再次选择他吗 故事开始 他叫露娜 一次聚会中 他偶然地看到了克斯之嫩的面 帅气的脸蛋 他一下子就被眼前的男孩迷住 并以为不会再遇到对方 没想到在学校的电梯 露娜正在剪掉落的书本 一个抬头就看到了尴尬的赢 可仔细一看 既然是自己暗恋的男士 此刻的他真想找个地洞钻进去 然而克斯的扑面整得露娜心蹦蹦挺 还以为他要干嘛呢 没想到是在按电梯 也是这次的相遇 让露娜鼓起勇气地要去追求 寻找着他的交友软件 可并没有找到他的好 失落的他来到了公交车站准备坐车回家 不料克斯却出现在他面前 露娜为了引起他的注意 故意假装听电话 还透露出自己单身可疑 然而一个短信的到来让露娜尴尬不如 克斯早已看出了他的心思 却默默地配 也许是他的毛毛造造型 让他忍不住地多叹意 从公交车站分别后 露娜就在没有见到过克斯 因为两人并不是一个学校的学生 至此为了偶遇到克斯 露娜每天都利用空闲的时间拉着朋友 来到克斯经常出现的地 果然王天不负不幸运 他终于得到 露娜高兴得都快要跳起 可朋友却看到另一个女生和克斯很亲 这会不会是他女朋友 一颗火热的心瞬间被交了 朋友不愿看到露娜失落的量 于是便找了个理由邀请他的朋友去追 两男生都同意 克斯却以自己很忙去追 第二天的聚会上 露娜怎么也高兴不起 克斯的突然出现 他脸上才露出笑脸 但他却不敢靠近克斯 那冰窟的表情能瞬间把人心动起 好在朋友们的直播 两人才有了单独出去买东西的机会 可面对克斯的一句一回答 露娜终于忍不住地抱你 别了回答 嗯 你就没有别的话了 这时的他才意识到自己的不论 便开始找话题的露娜聊天 看到红绿灯时 他也会主动地站在最底面 这暖心的举动 更让露娜相信自己没有爱错人 然而还没笑往 克斯却转头问起了露娜叫啥 天啊 我暗恋你你却不知道我叫啥 这得是郭大的失败 露娜说你可以叫我 半开玩笑半说 克斯也被露娜逗笑 最后经过露娜的普普追问起 他终于要到了克斯的联系方式 可等了一夜他还是没有通过朋友认识 露娜一脸苦满 以为自己的第一次暗恋就此事感 手机却响起 克斯通过了 从那以后露娜每天都不和克斯聊天 知道他学法律 他便开始研究起最近热门的案件和克斯讨论 一天一天的过去 两人聊天却没有间断了 以恋爱中的情侣还要甜 知道克斯周三会来自己学校 他便故意找最显眼的地方讨论 可两人还没聊几句 露娜的电话响得不停 看到露娜不接 她还以为自己在这不慌 便直接走开了 殊不知露娜不接就是想和克斯多说几句 很快两天就过去 露娜通过朋友的朋友知道克斯今晚会来酒吧 便早早就和朋友在此倒算 穿着漂亮的裙子 显得露娜身材更加精致 也被很多男生搭讪 不知如何拒绝的露娜却接受了男生的酒杯 好巧不巧的是给克斯看到 粗意大发起来 不管露娜怎么在背后叫 他就是不停 然而这时另一个男生又向露娜递酒 露娜猛猛地又尖了 才看到克斯手上拿着两个衣 以为他是要给哪个女生的 失落的他一直在把台上浴 无剩酒力的他喝了几杯就晕腹 刚起身就倒在了一个男人的怀抱 第二天醒了 才发现自己在陌生的环境 可仔细看自己衣服都往好 他带着衣服打开了房门 看到的却是自己的暗恋门事 这身材绝了 让他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原来左网色的最呼呼的路 倒在的是克斯的怀抱 无放心的他便带着露娜回到车里 然而怎么也联系不上露娜的朋友 这让他犯难了 坐回车里想问露娜地址 却被他不停地挑战 面对这么直求的女孩名利 克斯也是第一次遇见 好在最后露娜收出了地址 准备出发时 克斯想给露娜系上安全带 露娜却以为他要轻塔 嘴巴嘟嘟了起 还一脸的期待 克斯冷了一下 这给露娜整不羞羞 可不得崩玉凤 克斯怎么敲门也没有人反应 而露娜却趁着酒意不停地调戏克斯 好在克斯足够耐心 不然就把他丢满了 细心地询问着要神 没想到露娜一个人不去吐了去 克斯只好把他带回到家里 回到家里的露娜更加不安分 当着克斯的面前要换衣服 还一直不停地叫克斯不要走 试问有哪的男人能 也就克斯了 搭着自己的衣服给露娜换 便直接走开 直到第二天 露娜醒来才发现自己就在克斯家里 她已经完全不记得昨晚 还一直询问克斯昨晚发生了什么 这你让我怎么说 说你一整晚都在戏弄我 这我可说不出口 最后只说了露娜喝醉 把自家的浴室付得到处都死 然后就去睡觉 露娜一脸的失落 克斯还以为她是认为自己 透了她感觉难过 没想到克斯既然来了局 露娜连忙解释自己不是那个意思 但是听着克斯说 她的心突然暖了起 两人一起吃着浪漫的早餐 盼着胖臭的衣服 她还换上了克斯的衛衣 回到公寓后 不停地和姐妹们炫耀博腕时 露娜怎么发信息给克斯 克斯都没有朋友 然而在朋友的社交圈里 却看见了克斯正和一个叫爱你 一起学习关系还很要好一样 第二天回到学校里 她忍不住地向自己要好的竹马捅 殊不知此时克斯却突然出现 和塞尔打招呼是口中 原来是吃醋了 还故意贴着露娜的旁边坐 露娜问她怎么来了 是找你朋友吗 克斯说就是过来找你的 这给露娜整开心了 发觉不对劲的克斯紧容收住 说自己是来找你拿衣服 而露娜为了感谢克斯 昨晚照顾自己 还把她邀请到了自己的公寓 亲手做饭给她吃 甚至还故意拐弯抹角地 问克斯是不是喜欢爱你 得知她对爱你甚至别的女孩 都不感兴趣是 露娜失落了 还以为她会有恋爱的想法 直接和克斯说 自己想当那个你 也是这么直接的我 整得克斯突然地走 还说露娜的举动让她困惹 一连几天露娜都没敢 举动地找克斯 想她的时候也就在旁边 偷偷地看 直到她故意坐在露娜旁边 她才又恢复了当初的热情 可跟着克斯过来的爱你 就不甘心了 看着她和一个丑小鸭在一起 她故意地叫克斯一起 去图书馆学习 然而克斯直接拒绝 把她气得胸胸 露娜也直瞪着爱你 克斯探着这么可爱的人 她便邀请她明天一起学习 却给露娜激动死 第二天一早就来到学习的底 克斯还把她弟弟带了活 露娜也很喜欢想起 几人一整片都玩了 还行 直到克斯送露娜回家时 她忍不住地多看了克斯几眼 口中却突然说出 克斯并没有回答她的问题 空气突然安静了下来 最后和朋友说起 她就不应该在后面说了句 我开玩笑了 但是看着克斯听着自己说起 她却没一点反 她只能这样 话说克斯是什么意思 对自己一会冷一会热 正当她郁闷时 克斯却发信契约她明天学习 而且还是在露娜的公寓 这给露娜激动的当场叫做 女孩第一次不穿内衣蹦比 妖娃的身材加上漂亮的脸 甚是令人着迷 可没过一回 她既然碰到了自己暗恋的男生 和另一个女孩走了进来 她又惊慌又生气 因为她并不想看见她 于是她故意找了个男性朋友聊天 但还是忍不住地偷偷看了过去 看着两人暧昧的样子 她气得直接把对面男的啄了上去 好家伙 刚好给克斯看得一清二楚 直接生气地离开了 其实两人都误会了对方 看着克斯离开 露娜也没有了兴趣再继续 于是叫朋友来接自己回家 刚挂完电话就看着克斯站在车旁 一张冰箔的脸 让人很生气 露娜忍不住地质问着克斯什么意思 而此时的克斯快要气炸 本想直接走开却被露娜拦着 她生气地说 其实两人都误会了对方 一天前 两人还在友好的学习 探讨着自己的梦想 克斯看着露娜一直盯着自己的 便主动挨在她旁边让她看不透 看着桌上的图纸 克斯问她 你的梦想一直都是建筑师 露娜说是啊 我从小就喜欢建筑师 还画了一个自己梦想中的家 克斯很羡慕 因为自己的医学是假 母亲只想让我学医 可自己的梦想是成为一个律师 为此她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母亲依旧不同意 最后为了让她主听放弃 便和她约定了一个目标 只要成绩下滑到学校前三 她就得主动学医 所以现在的她不敢出一点差错 露娜听得心疼不已 摸了摸头安慰她 老天爷似乎听到了克斯的冷血 为了弥补她语一直下得不停 还把小区淹了 露娜的朋友也回不去 克斯也回不去 她想留下过亿 就在沙发上睡就好 可露娜心疼不让她睡沙发 还把自己的床让了睡 自己睡朋友房间 无料朋友的房间喊死 她进不去 此时的露娜却主动地说 要不我们睡一个房间吧 还兴致博国地说 两人回到房间后 看着克斯害羞的感情 她便拿着一个娃娃当中间线 还不停地叫克斯靠近 一半个身都躺在外面了 怎么睡得舒服 这话风暑是不一样的 露娜这单纯的样子 让克斯忍得住地偷笑了 最后还是那波露娜的 叫呼 她便主动地翻了过去 一个转身两人的手 便自然而然地拉了去 看着克斯熟睡的样子 露娜也慢慢地进入了梦宵 让她没想到的是 克斯根本就睡不着 湿湿地看着露娜 至此两人的关系也突飞无尽 克斯每天都会接露娜放学 果然男女之间 暧昧是一个令人感觉到最舒服的关系 两人一起玩耍 一起尝试对方的心 晚上会复道晚安 拍到好看的美照 还会发给对方 一直维持着这关系 直到朋友的提示 露娜才意识到 自己和克斯到底算什么关系 朋友让她不要沉浸 在朋友圈中的爱情无法对付 晚上和克斯一起学习时 她想到了朋友和她说的话 她便鼓起勇气地询问克斯 两人到底算什么关系 还没等克斯回答 克斯的朋友就进来 这并不是克斯邀请 而是艾米不请自论 看到两人这段时间这么倾向 专门来讲话他们 还故意支走克斯 坐在露娜的对面 嘲讽露娜也只不过是克斯的玩玩 要是你真这么重要 克斯找就公布了 本就郁闷地她加上这动 露娜一整晚都不开心 直到玩真心话大冒险时 她的情绪终于爆发了 酒瓶赚到了克斯 露娜本想提问地 却给艾米抢千 还故意问克斯还记得喝我的第一次晚上 克斯毫不犹豫地喝了酒 没有回答 却给露娜气死 自己到底算不啥 跑出门就打个车回家了 一连郁闷了几天 直到朋友的生日聚会 两人才碰到了面 随后就出现了开头内容 克斯听着露娜的抱怨 原来是在吃她和艾米的酒 他解释到那碗之所以吃酒 就是不想让露娜误死 那碗就是一个糗事 她和艾米就是朋友 自己并不喜欢的 让你误解了这么久 就是之前自己还没有看清楚自己的内心 还带着露娜来到了自己的内心 一个除了自己没有任何人来过的 她想让露娜了解 这给露娜感动了夫的西里巴拉 阳台里还有一个看心情的东西 暗恋中最美好的事就是对方也同时喜欢 这一刻甚是美好 当你暗恋的笑草成为你男朋友 是一种奇妙的体验 看着女友穿着两根绳子的泳衣 克斯并没有生气 而是大方地展现出自己完美的八块四季 这一刻给露娜都看单了 果然姐看上的男人都不错 这也是两人在一起的第一次旅游 在这六月天他们选择了海边 吹着太阳晒过的海风 感觉就是不一样 两人漫步在这炎热的沙滩上 却无比的开心 因为身旁就是最爱的人 为了记录美好的时刻 他们也会用手机为彼此拍出好看的照片 好在克斯拍照技术过关 不然现实中就被女友矛盗了 第一张合照不敢太过于亲 可他们就不一样了 有多亲密就有多亲密 这堂真的吼甜吼甜 拍完照后 两人也来到了海边节节室 咸咸的海水加上恋爱的酸臭味 让他们自然而然的相应在一起 吃着对方准备好的凉食 感受着大自然的温暖 在谈论着晚上的晚餐 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直到一个电话的进来 扰乱了他们一整步行着 导师让克斯处理一个座椅 通过以往 克斯能在三个小时完成 刚好赶在日路 于是他拼命了等 可最终完成后 却被导师告知了一个明学的部分 然后联系不上他 身为组里的组长他只能帮忙赶 因此也没有时间陪露娜看日路 开始忙于工作 这时的露娜明显地不开心 克斯并没有发觉 他拿着自己的小包来到了海液 看着成装成队的情 这时的他确实很失落 但是一个人看日落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 心情瞬间好了许多 还准备拍张照片给克斯呢 无料却碰到了以前教他的老师 最后还请他一起风景午餐 另一边 克斯终于完成了 他高兴地叫露娜准备去吃饭 却不知人早已出去 这时的他才意识到不对劲 看着他的朋友圈 那孤独的日路 他快速地跑出去寻找 而露娜看到克斯的电话 却故意没接 因为此事他确实生气 但是通过老师的教导 他才意识到感情中不能稳战 你不爽要及时地和对方说出来 这样对方也会知道你的感受从而去看 也是这些话 让刚恋爱的小情侣颇有感 最后各自道歉述说着自己 感情更加深厚了情 幸福的时刻总是这么短暂 旅行一下子就结束 两周后就是圣诞节了 为了能和露娜一起过第一个圣诞节 他便邀请露娜一起去旅 因为家里人准备在那边度假 而露娜也带克斯见了自己 母亲很满意一直很热情 而父亲却在一旁观望 直到听克斯对自己未来的对方 和对露娜的态度 他也慢慢地接受了女儿的男朋友 最后克斯也趁机提出了要带露娜 一起去纽约过圣诞 父亲的一脸年次 以为会拒罪他们 没想到的是同意 让露娜高兴不已 纽约的天空里飘着雪白白的棉花糖 尽管空气在寒冷 也抵挡不住一颗火热的气 两人走在纽约的街头 记录着他们来到的每一个地方 回到酒店 露娜让克斯闭上双眼 他给克斯准备了一个圣诞领 一个杯子 虽然并不值钱 但这个礼物代表武器 想和你在一起一辈子 这哥谁谁不敢动啊 克斯也给露娜准备了一个礼物 是一条黑色的裙子 克斯迫不及待地想看到露娜穿上的样子 果然克斯的眼光是不错的 衣服很适合露娜 也是自己喜欢的感觉 最后还和露娜说道 明天你就穿这个裙子见我的父母 这突如其来的话给露娜震惊 但还是很高兴还连忙答应 这个晚上注定是一个美好的夜 清晨 两人懒洋洋地睁开眼睛 殊不知早已过了和父母约见的时间 看到短信的克斯感恩前 第一次见伯父难免会挤张 看着露娜的表情 克斯说你就做你自己就行 不要想太多 可不想太多都不会出事 克斯的母亲明显地不喜欢 就连最简单的打招不都不会和露娜 甚至还直接地问露娜家庭条件 有多少家公司 父亲工资多少 克斯赶忙制止了下 这才停止了话题 还没安静吃几口饭 克斯母亲就开始阴阳怪气地说 克斯的成绩怎么下滑了这么低 克斯满脸地惊讶她怎么知道 没想到母亲却说当然是问爱妮 你的是有啥她不知道 而且爱妮还是你前列子 你和她在一起的时候也没成绩下滑 现在怎么就下滑了呀 这不就拐弯抹角地说露娜不适合她家儿子 听不过去的露娜便找了个借口走 克斯赶忙跟上 解释着和爱妮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女朋友 只是母亲一直撮腹 不想被牢道的她便和爱妮假装男女朋友 可露娜也并非为了这件事生气 她更气的是自己不能帮助她 甚至怀疑是不是别人会比自己好 可对于克斯来说 她只想要露娜 她们是人人羡慕的情侣 每天都恩爱无比 为了不让太阳晒到女友的皮肤 男孩会主动地帮女友擦着防伞 其实顶着这么大的态影 她却没有一点愿意 反而乐此不疲 可刚回到学校 女孩却发现了克斯手机上的视频 她竟然跟一个女孩啄了上去 她非常的生气 担下手机就跑了出去 待克斯惊醒后 露娜早已不见踪影 她躲在学校的校园里不停地哭泣 她不敢想象克斯既然会这样对自己 殊不知这就是一个误 可露娜根本不给克斯解释的机会 尽管她每天都在露娜的学校等她放学 可露娜却见都不想见她 两人的关系也好比克斯带来的鲜花一样 缓缓地掉落 直到慢慢地退去 这天克斯终于忍不住地找到了露娜 想解释着这一切 话还没说出 露娜就直扇克斯耳光 露娜非常的生气 想起克斯和爱你的视频 她快崩溃了 时间还是发生在情人节里 而克斯当晚却若无其事地和她在一起 说着我永远爱你 她越想越气愤 尽管克斯怎么辩解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可此时的露娜怎么可能会听得进去 她那么爱克斯 克斯却对她隐瞒了这些 她难过地跑了出去 从那以后克斯怎么打电话 露娜都不接 直到一个声音 她看着熟悉的号码 还是忍不住地接了起来 对面说着 发觉不对的露娜 紧忙地给克斯朋友打去了电话 看到满地的酒瓶和躺在地上昏迷不醒克斯 露娜询问着朋友她怎么不回家呀 直到朋友告诉她 克斯这个学期的成绩不吉 而且她还经常旷课 只为了多陪陪你 她不想让你知道这些 但是我看着她这么难受 我还是希望你知情 听完后 露娜叮嘱朋友好好照顾克斯 便转身走了 因为克斯的成绩下降 很大部分是因为自己 自从两人纽约回来好了 露娜才得知自己闺蜜被她男友家暴 最后还抑郁了 时间却刚好赶在地业顿顿 她每天学校医院宿舍来回跑 而闺蜜的状况也不 家暴她的人却在外面逍遥快 因为是富豪家的儿子 所以很难把她告上法院 露娜每天都套牢这些 已经三天两夜不睡觉了 知道情况的克斯赶忙地过来陪露娜 因此也在这里撒谱说没有可 才让露娜心安地接受 好在克斯的陪伴帮助露娜走出了难关 回到家后 和朋友说起 她还是很难闻 她并不想结束这一切 但是不结束只会混彼此 露娜知道当律师一直是克斯的梦想 她现在成绩下午了 可能就会被迫学医 第二天一早 克斯就跑来了露娜公寓里 想和她解释这一切 然而话没说出口 露娜就提了分手 看着克斯满脸的不相信 她便想到了一个方法 拉着自己朋友当着克斯的面说 我们在一起了 看着露娜坚决的眼神 克斯放弃了挣扎 最后一次拥抱着自己深爱的女孩 和她说着你要幸福 她身家过亿 却唯独放不下初恋 为了重新追到她 不惜放下总裁嫁子 去应聘前任的公司和她做起同事 十年了 当深爱的人再次出现在自己眼前 和自己说着好久不见 那不由地感叹呢 没过一会发觉不对的她 便急忙地想逃离 不料却被父母拉去和克斯一起吃饭 对 克斯来的这家公司就是露娜家 而且露娜父亲是管事人 所以应聘克斯当法律顾问 父母也没有提前和她说 这些年克斯成长了许丁 不仅完成了自己的梦子 还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事物 露娜以为克斯只是一个法律顾问而已 却没成想每天都能碰到她 不是会议室就是老爸的办公室 她感觉克斯能监视着自己的一举 让她没想到的是这只是开始 第二天 父亲说要带她去谈个相目 进到办公室才发现 原来这个项目的主人就是克斯 她想要翻新自己的别墅 而这个别墅还是和露娜告白的地 回忆太多了 露娜赶忙拒绝她 却被父亲劝说让她好好想起 先了解了解这个项目再拒绝 不好拒绝的露娜便答应 于是两人便定下了第二天晚上的工 但前提是得有一个律师在旁边 单独谈的话她就过去 夜晚 餐厅里露娜孤独地看着对面的情 似乎想起年轻的时候 这是克斯的 但是律师却还没来 露娜不想与她谈话 克斯只好催促律师快点 看着克斯认真的样子 露娜眼神流露出唯一 瞬间棱住了 害怕克斯发现她紧忙的牛 而此时律师也 当看到律师是双方认识的朋友时 露娜却发觉这一切都是克斯的故意而为之 她非常生气地想要理你 然而克斯却质问着露娜 为什么不能接受这个项目 难道她自己不知道吗 第二天父亲知道露娜拒绝这个项目 便找到了露娜团 让她先抛开以前的事 好好了解这个项目 做好你吧 以克斯的人脉能给公司带来很大的吗 还说到这些年 克斯一直在幕后的帮助 有一次公司差点倒闭了 好在克斯的事务所 帮公司找到新的证据 不然公司早倒闭 这些事情克斯也让我不要告诉你 但作为父亲这次 我还是希望你好好想想 这才说服了露娜 第二天一早就来到了克斯的别墅了 天气也晴了 别墅地理位置非常 得知消息的克斯赶紧出来迎接 而露娜也告诉自己要专业 一进门就开始拿着专业设计 开始记录着别墅的每一个角落 坐着录着脑子就不由地想到了一起 那晚克斯和自己告白的地方就是这 唯一不断地涌入脑海中 忽然就开始走了 克斯叫了几声露娜才反过来 两人走到了花园 盼着空荡荡的草物 露娜问官月境不见了吗 克斯回答 说好了 为了能让小看的人看着月子 他把他好好捣除了前 晚上两人一起吃饭时 一个女人对着克斯打招呼 脸对脸的甚是气力 还说到需要我时刻意来公寓找我 这暧昧的话语 令露娜很不屑 克斯也解释到这是她的女客户而已 然而这时克斯的电话响起 正是艾米 克斯刚大地笑了笑便去接了电话 听得两人聊得甚是开心 露娜以为艾米还是克斯女朋友呢 直到回去的路上 艾米再次地打来电话 这次的克斯拒绝了 露娜却嘲笑她不接电话 会让你的女孩拨下 克斯笑了笑说她不是我女子 这也给露娜震惊到了 回到家后露娜便和姐妹来到了酒吧 十年了 克斯的突然出现 说对她不影响那是不可 这时的她只想趁着微醉 跳着舞把情绪发泄出来 殊不知远处的克斯正直叮叮地看着她 好像她的一切她都两股指掌 从厕所出来后 露娜却接到了朋友的电话说都玩累回房间了 可此时的露娜却还小了 拉着旁边的男人就想和她跳舞 好在克斯的及时出现 才知识的露娜还是之前的她 在自己喝醉时总会及时地出现 可她却埋怨她多管闲事 并不接受克斯送自己回家 最呼呼的她还是执意地坐上了准驾驶 错把油门荡成了刹车 直接撞到了人家的车 这一下给露娜惊醒了 这里也提醒大家 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看着手足无措的露娜 克斯也赶忙安慰 这是给她处理就好 便带着露娜回到了她家 这一刻也似曾相识 当年露娜追克斯时 也是一次醉酒克斯把她带回了自己 便对她产生情愫 如今十年了 没想到又出现了这一名 这是缘分吗 把露娜安置好后 她便悄悄离去 第二天醒来的露娜 便和闺蜜们说起昨晚的事 而闺蜜的问题让露娜陷入了沉思 要是克斯重新追求你的话 你会答应吗 露娜并没有回答 而是转移了话题 回到公司后 却看到了早早在此等候的克斯 还把露娜的车修好开了份 露娜非常的感谢她 也知道自己昨晚的窮事 似乎经过昨晚 两人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糟糕 反而多了点暧昧 再加上此时老天下的大力 两人躲在小小衣服里 脸上还洋溢着笑容 公司里 露娜的实力和样貌 得到了克布的赞赏 还想把自己的侄子介绍给 然而此时的她却望向了克斯 没想到克斯却偷偷地听着 露娜也假装地应付了客户 说自己找对象的要求并不高 只要真诚不欺骗对方就好 克布听到高兴坏了 自己的侄子很符合露娜的标准 而露娜说这些话 也完全是给克斯听的 回到办公室后 闺蜜问起 为什么不去见客户的侄子 也许她真的很帅 你也很久没谈恋爱 但是对于露娜来说 还是觉得工作最重要 不想浪费过多的时间 在恋爱这件事 但是要是这个人 她出现了 我也会接受 巧了 刚说完 克斯就出现了 威力调侃到不就是她了 而克斯还贴心地 给露娜准备好水 露娜温柔地看着她 说不用每天都准备水果 没想到克斯直接说我愿意 露娜只好把话题 带到工作上 询问着克斯主卧地砖 你喜欢哪个颜色 克斯却访问你喜欢哪个颜色 按你的风格就好 还强调这个房子 是以后和自己妻子住的地 希望露娜能给自己一个惊喜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露娜似乎看出了 克斯此次出现的物体 并不只是翻新别墅这么紧 看到露娜头晕 她也会搬来凳子让露娜休息 当母亲质疑露娜设计的房子 太过紧张 她并不满意时 她也会及时说出露娜的设计 而且这房子我自己 我开心就好 对的母亲哑口无言 瑟布克斯真的成熟 再加上之前瑰莉被男友家暴行 瑰莉把施暴者告上了法庭 因为是富豪家的儿子 当时克斯刚好就职那家事务 把案子交给她打 但是克斯拒绝 也因为这件事她失去了工作 露娜在朋友口中听到这些 她满脸的不可置信 便找了的机会直接问克斯 是啊 她承认了 她就是为了露娜放弃的案子 因为她知道她一旦接了这个案子 无论输赢她都不能心安 也会因此失去露娜 夜晚总是让人伤 露娜一个人在车里响了许久 还是翻开通讯录案了 那个熟悉不能再熟悉的 看着她的朋友圈 一个月亮 而这个月亮就代表着 上面还写着露娜的简程 她既震惊又疑惑 便来到了克斯的别墅里质问着克斯 这是什么意思 克斯才勇敢地说了出来 这么多年 也是时候和你讲清楚 说着这些年 她一直都在露娜身边 不会忘过她 当时的一次期末考试不及 让很多事情发生了天翻促地的变化 她希望露娜能再给自己一个机会 要是之后你还是想要离开我 我不会再来打扰你 为了帮助闺蜜调到金龟序 他们不停地叫闺蜜凹造型 越凸越好看 果然闺蜜领悟了其中的道路 拍的照片也是一张比一张好 再跳一张上传到社交平台上 慢慢地等待有缘人 果然勾越大鱼而越容易省 霸总不仅秒赞 还回了一张八块负机给露娜 不甘示弱的闺蜜 便拉着露娜来到了浴室派 在这充满回忆的地方 拍一张甚是撩动霸子的照片 果然霸总立马回了信息 只夸露娜漂亮 要不是现在不刻骨的 不然就飞快去你身边 而露娜还是有点放不开 把最好看的藏了起来 好在闺蜜看出了露娜的不好意思 直接帮她发给了克思 还以为克思会很激动吗 没想到回了去晚点了 通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露娜也意识到自己根本就放不下人心 于是想给她的机会让她解释当年 可话刚说出口 就看到一个女孩来到克思房间邀请她 而克思还同意 露娜紧忙地挂了电话 想起当年那个视频 加上爱你的话 她又开始怀疑克思 尽管克思怎么打电话 比子她还是不紧 朋友知道后 还是希望他们能好好地谈谈 这样对彼此都好 也许真的是个误会 晚上露娜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手机短信打了一遍诱语 还是删掉 可这时门铃却想 撒开门一看是克思 这一次她没有逃避 夜深人静两人来到了一个偏蔽的讲坡 克思知道露娜是看到 女客户进房间的对话才挂了电房 她解释到女客户的邀请并不只是自己 而是全力所人 露娜显然半信半疑 直到克思讲出十年前和艾米的事 她才意识到自己对克思误会这么深 那年的情人前 克思和朋友没一起聚会 而此时艾米刚好在完真心发大冒险 她选择了大冒险 亲自己最爱的 这时克思准备走 没想到艾米直接拙了上去 这给克思气死 直接推开艾米也把她骂了一点 知道自己有女朋友 甚至还扬言 她以为事情会就此结束 她没有告诉露娜 没想到最后弄成这个地 而那段时间是她过得最不安的日 因为弟弟的突然生病 她差点离开了自己 可正当她反一口气势 露娜的闺蜜又出事了 她不得不陪在露娜旁边 因此学业也没顾得上 好几门课程没有及 武器也停掉了她的自己 爱人的分离 梦想的支离过 再加上弟弟的婚礼 当时的她已经没有活下去的欲望了 好在弟弟的心态 支撑着她最后一点心灵 才有了现在的我 露娜听完后已是满脸内事 她不知道克思的遭遇 她甚至还一直在怪克思 可现在的克思并没有怪路 相反她一直都觉得这件事都是她的 要不是她的不真正 两人也不会误会这么深 好在十年来双方都挂念着你 才有了这重重的机会 误会解开后 两人的关系迅水顺温 还是熟悉的海边 当初的甜蜜屋 现在的暧昧寒雪 分离了十年虽然感情还在 但两人的相处却像暧昧时期 而露娜为了找回曾经的对方 便邀请克思来到海边巨浮 闺蜜们看着两人扭扭捏捏的影 便提议完触碰罗斯 直接当场示范给他们 一整个激动者 可克思还是过于保守 拉着露娜的手便亲了上去 然而这一幕并没有达到 露娜和威蜜的笑容 还得是女生来 耐不住闺蜜们的气 露娜便在克思脸上扫了一遍 随后便啄了上去 还挺前 这下暧昧的气氛直接拉了 威蜜们也失去的离开 露娜也趁这个时候拉起克思跳舞 本不会跳舞的克思 在露娜的带领下 从一个初学者直接变成了老师 一个搂妖露娜就被克思抱住 果然一里八的男人就是这么的 在这太阳底下 两人似乎得不似 反而露娜还感觉到了 于是两人便来到了克思房间拿外套 生怕动到可爱的人 还不由地帮她拉起拉链 可当两人对事时 两人的眼睛都看出了彼此 但都没有说出 直到露娜准备动势 克思才紧紧地居身后抱住露娜 这个拥抱她等不失礼 她终于等放 好在双方都没有放弃 早上天当亮 克思就收拾好行李准备回去 今天她还有重要的工作 不能陪露娜一起回去 而此时的露娜经过了时间的磨练 她也懂得工作的肩膀 没有再无理去 便安心帮她打好领带 早安送别 在成熟的年龄遇到想要守护的爱 是一件很美好的事 回到家 克思立马就约了露娜出来 给她准备了一个大金子 为她买下了一个价值六千万的地平 给露娜设计一个自己理想 晚饭时 克思还深情地对露娜表 这一次说什么也不会放她走 而此时天空却放起了电话 就连世界都在为两人的爱情亲子 他们有什么理由不幸福 第二天克思就带着露娜回去见了家人 弟弟和妹妹都很喜欢 就连曾经阻止两人在一起 现在都同意 因为再没有露娜的十年 克思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开心 哪有妈妈不爱自己的孩子 当初母亲也是为了克思的未来着想 现在看着她过得这么好 她有什么理由阻止 可就当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发展时 露娜却呆呆地从浴室出门 手里紧紧握着东西 然而闺蜜们却满脸激动 原来是两条杆 这也给露娜整风了 高兴得都忘记笑了 但同时她也害怕 克思没有准备好和她曾建一个家人 显然她是多虑的 当克思看着这个礼物时 她十分地高兴 自己要当爸爸 激动地赶忙去抱住我们 十年了 缘分让他们相遇相爱 这时的克思也拿出了 自己早已准备好的戒指 向露娜求婚 双向奔赴的爱情真的好幸福 露娜又开心又感动 其实当初并不只是露娜暗恋克思 而是双方都暗恋着对比 只是克思隐藏得比较深 没有被发现而不是 她一直都在默默地关注着人 这是一份校园状婚姻的爱情 电影也到此结束 祝有情人终成眷属 感谢大家观看